嗨 大家好 我是飞飞队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好 我们今天去聊聊一个比较偏向于技术的一个话题 那么当然这个呢也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技术 也是非常入门级的区块链的技术 那我们知道在派的社区当中呢 非常多人在谈论派的一个技术 也有人来在聊区块链的技术 也有人来去聊关于线上去发生的一些铸造的等等的一些问题 那么在我们实际上在中文圈的一个社区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大家的年龄层次都比较偏向于大的 而且呢有非常多的派先锋呢 那么他们以前是没有接触过区块链 那么也不知道区块链的底层逻辑 那么以及关于在链上的一些交互 那在社区当中呢我们也知道 现在在派圈里面呢也充斥着非常多的NFT 那么这些NFT呢 很多都是来源于自己的一个生态里面去发行的 那么有的呢是来源于其他链上的一个NFT 那在懂技术这方面的一些派友来讲的话 那么他们能够清楚的认识到 像现在的这个派network呢 它是没有进行公开性的组网 那么也不会说是在派的这条公链上面去铸造自行的一个NFT 那么说他们所去铸造的NFT呢 大多数是来源于自我的一个状况去做的 所以呢它和派呢 没有太大的一个直接关系 那么也至于说它的价格或者它的价值呢 是取决于人们对于它生态的一个应用 或者对于它生态的一个信仰 那今天呢我这期视频呢 主要是教大家如何在区块链上面去铸造一个NFT 那你们就可以看到出如何去铸造NFT 那么以及让大家能够清楚NFT呢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那么它的价值到底体现在哪里 所以呢我们今天可以通过在OpenSea 去创造我们自己的一个NFT 那么这个NFT你创造之后呢 你可以去换得一些资金 那么当然要有人去买的情况下 比如说你的影响力不够高 或者说你没有作用项目的话 那你的NFT呢 那显然就是没有人买不值钱的 所以NFT的本质来讲哈 还还是源于热度的一个持续 就说人们愿意去相信这种热度 或者愿意去相信它 那么它就值钱 如果说人们不相信它的话 那么它就不值钱 那所以它是属于一种艺术成分的存在 那大家知道艺术呢它是本无价的 你可以说一幅画它值几个亿 那你也可以说它拿来擦屁股 都觉得不舒服 是吧 所以每个人的观念它是不一样的 那么有的人认为啊 这个NFT它价值非常高 有人认为啊 NFT它就没有价值 在不同的人的眼里面 有不同的一个价格 那所以啊 我们今天就让派友们呢 能够知道在创建一个NFT 是如何的简单 那么它是如何去 从区块链上面去出来的 那今天我要创建一个 这个是关于PiNetwork 我个人的一个个人品牌的一个NFT 那创造完之后的话 我也会把它挂在以太坊上面去售卖 甚至呢 我也可以把它空投给你们 那我会创建一份吧啊 就是史无前例的 实际上只有这一份 那首先在这里的话 我们去准备在OpenSea上面去创建 在以太链上面去创建一个NFT 那好我们首先进入到OpenSea的主页 那么进入主页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铸造自己的个人NFT 那你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呢是先链接自己的钱包 第二种呢是先点击去创造 那这两种呢都是方法一样的 我们就先去找到创造吧 我们先把这个网页呢一直往下拉 拉到最下面的时候 你就会看见有一个创造 点击之后呢它会让你去授权 选择你的一个钱包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有六种钱包可以选择 而我们使用的比较多呢是以小狐狸钱包为例 那今天我们就点击小狐狸钱包 那点击小狐狸钱包之后呢 它会跳转出来让你去请求签名 那签名的时候我们去看一下 你这个网站是不是OpenSea的 那一些信息你检查一下 当然如果说你进的是OpenSea.io呢 确认它是没有问题的网站 你直接签名授权就行了 那好授权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进入到这个项目的一个列表当中 其实就这么简单 然后在这里的话可以上传你的图片 或者你的头像音频以及3D的模型 那么就可以创建出一张NFT 我们点击图片 那我们可以找到我们要去上传的一个NFT的原文件 那我NFT的话 我是做一个关于PanetWorker 我个人的一个品牌在里面 那好我们找到我们要的图片点击打开 那好打开之后呢 就已经上传上去了 那上传好之后呢 我们去给这个项目NFT起一个名称 那我就可以取一个关于 比较什么什么名字都可以 比如说你现在正在建的生态叫做PanetWorker生态 那你就取PanetWorker 如果说你现在建的一个生态叫做狗屎生态 那你就取狗屎 如果说你现在建立的一个生态叫做高大上 那你就取个高大上 而我现在做的这个给大家做个演示 所以说呢我就取一个非标对 好那我们取好这个名称之后呢 在外部链接 那如果说你的项目有在去开展的话 你这里可以留下你的一个项目的地址 或者说你这张图片生成的地址都是可以的 如果说你没有呢就可以不用链接 那好今天我为了去方便演示呢 那我就留下我youtuber的个人主页 那我就把我的链接粘贴上去 那当然这个的位置的话 你们可以粘贴你们个人的一个主页 或者说是你们的一个网站 或者你们的项目的地址都是可以的 那描述里面的话 你可以尽可能的去展示出你这张图片的来源 或者说你他一个具体信息 或者他能够干什么 有什么功能你可以提供一下 那我这里就写一个他大概的功能 就说我是废品一个 完全没有价值 送我都不要 好那这里的描述 你就可以这样去留下一个啊 比如说你的项目是做这个未来元宇宙的 你说这是元宇宙的 或者说你是做gaming file的 你说这是游戏内的 以后的是一个道具类的 或者说你的以后的一个功能 或者他毛钉的是哪些产品的 那你可以写出他的一个具体的内容 那我这里呢 我就写的一个废品 那是没有价值的 说我都不要 那这里写完之后呢 这下面的一个特性啊 或者说他的一个标签 他的特性呢 我们可以去添加一些他的特点 那这里的特点呢 我们可以写一下他的标签 他的标签的话就是 你任何都可以 是你跟别人一个更多的一个信息 你可以根据你的个人展示去写他 那下面的级别呢 你就可以添加一下他个人的级别 那如果说你的nft里面啊 有非常高的一个级别当中 比如说有三星到五星 一星到五星 那比如说你像你的这个nft的 等级比较高的话 你会设置比较高 所以说这个nft所谓的一个等级 他都是人们在后台去设置的 那比如说三级到五级 我就设计为一个最低级好吧 或者说你认为哎不行 我这个图片要感受非常厉害 那我就设计成最高级 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废品设为最高级 那设置好之后我们点确定 那确定好之后 他就会是在五等级的一个显示 那么这里呢是关于他的一个特征 特征的话就是在下面 你也可以选择他的一个等级 那我特征也是选择五等级啊 非常稀奇非常稀奇 我也只做只做一个是吧 那么下面这里设置完之后的话 我们可以说一下自己的一个供应量 如果说你说全世界 我这个nft只有一个非常稀奇 那你就输入亿 那如果说你说这个nft 我要控制给大家 我希望把它发行多少个 就相当于你发行代币的一样 像Penetwork项目方发行的是一千个亿 我这里个是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 我要发一万个亿 那我们点啊或者啊不好意思 我手抽筋了 我就一直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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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把它点满之后发行都是可以的 那所以我今天为了做演示作用 我就把后面的零全部删掉啊 让它变成一个孤品非常稀缺的是吧 虽然说它是一个废品 但是我们把它变成一个非常稀缺的只有一个 那行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你在哪条链上面去发行 比如说你在以太坊上面发行啊 未来在Pi链上面去发行 还是雪崩链还是Bi链啊等等的 有非常多的链是吧 我们这里的话一般就选择成以太坊 如果说以后这个Pi是公开之后的话 那么我们可能会选择在Pi链上面去发行 那我们今天就选择在以太坊上面去发行 那我们就可以点击下面的创造 其实就这么简单就可以创造了 那这里它讲的是快完成了 那你就等一下它 那它这里等了一会儿之后 它会让你去进行一个人机验证 那么你去进行验证一下 那它这里让你去找到楼梯 那么把所有的楼梯给取掉 有的地方它是说的是马路啊等等的 反正你个人根据它的提示 然后完成这个人机验证就行了 那人机验证完成之后 你就可以关闭它了 关闭它之后 它就显示已经创造成功 那好这里的话 它就把这张NFT给创建成功了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NFT的一个整体创造来讲的话 是没有花费你任何的资金的 你就只需要在上面点点点写一下就可以了 那我们这个NFT啊就已经把它发布在区块链上面了 那这后面的一个编码啊什么信息都有 那我以前也创建了非常多NFT 也有在去售卖它 但是因为我们个人的一个名气啊 或者说我们的一个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 它是不好去卖出去的 所以对于人们而言的话 你相信的这个买的NFT 或者说你购买NFT 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么你想买的到底是一个技术 还是说相信的一个项目方 还是相信的这个发行的人 是吧 所以你个人而言的话 也可以创造自己的NFT 那么你也可以去进行售卖 那我们如何在以太坊上面去售卖自己的NFT呢 那我们可以再点击进行售卖 然后到了这里之后 就把我们刚才创造的NFT啊 给展示出来要进行售卖了 那售卖的时候呢 你比如说卖多少个以太坊 是吧 比如说你可以说我这个非常值钱 只有一个是吧 它虽然说是垃圾 没有人买过 可以设置回1亿个以太坊去购买它 那么大概的费用它下面会给你 到时候如果有人买的话 大概就一个以太坊 那么创造在里面 你可以选择 0.000000多少个 是吧 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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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以太坊 所以说卖多少钱是你自己的事情 那这里呢 我们今天做为一个演示呢 我们就放一个0.00314 大概就是4.9美元左右的一个价格把它进行售卖 那这里你售卖的日期选择多久呢 那么这是一个星期的时间 那我们可以选择成大约6个月的时间 最长可以放6个月的时间 那你这里输入完成之后呢 那么比如说创造者你的挂牌交易是多少以太坊 你可以不用管它 那么包括这下面的一个具体的收益率 就是这个是关于以太坊 你如果卖出去 他会抽2%的一个利润走 那么你点击发送就行了 这个可以不用管它 好发送的使用它会让你的钱包进签名 因为它毕竟买完之后呢 这个以太坊会直接倒入你的这个小狐狸钱包 所以我们看一下啊有没有问题 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点击签名 OK 这样我们的这个商品就已经上架了 那上架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这个NFT 我们所创造的NFT 以及在线上去挂兽的一个NFT 那么好 我们点击这个续集 就是我们所有去创造的NFT 那这就是我刚才所创建的这个飞标队的NFT 就是我以我个人品牌去创造的 他们卖的价格是多少钱是吧 那这个是作为一个gamefi 你可以把它认为是啊 你可以说啊做gamefi 那么以后的一个遗产的一个住所 那这个我给他定义是这样的 你可以把它设置为多少钱可以卖出 那这个呢是一个小人的一个动画 你也可以把它卖出 这是我们设计的一个视频 那还有关于PiNetwork和一只猫 我们都可以把它进行设置好之后 在OpenSea上面去进行售卖 那所以这呢就是关于如何在区块链上面去创造自己个NFT 那么今天去给他讲的这个NFT啊 大家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就是这么简单就可以创造出自己的NFT 所以我们在这个社区当中或者说你在购买NFT的时候 你一定要清楚你到底购买个啥 你不如买的到底是一张图片还是说一个技术 还是说什么东西 其实NFT它啥也不是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买NFT啊 是来源于人们的信仰 或者说对于人们的一个炒作 所以在社区当中 有非常多的什么啊 在中国圈啊 是吧 很多很厉害的一个插画的一个啊 比如说龙啊 比如说豹啊 比如说天上的云啊啊 这种我一段说了啊 举个简单的例子是吧 那么各种各样的NFT出现 那么大家都觉得非常好 都去购买 那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这个东西 你购买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么好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么多 那么以上的观点呢 关于你们是否要去买这个NFT 那是我对于我个人的一个观点 和我个人看法不做任何的投资建议 那作于这个技术类型的 关于如何去发布这个NFT 那么就非常简单了 我相信你按照我的操作来讲的话 应该能够发行出自己的一个NFT 那么好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么多 如果说你喜欢我的视频呢 欢迎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 在视频更新的第一时间 你就可以收到 那好 今天就这样咯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